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欣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買賣移轉 六都的四月份建物買賣移轉動數出爐 馬上來看最新的統計數據 六都交易量合計為16,287棟 月減了21.9% 永慶房屋延展中心副里程金屏說明 台北市月減12.4% 台南市月減了17.7% 這兩個表現相對穩定的都會區量縮幅度不到兩成 其他四大都會區均較三月份減少了餘兩成 新北市減少24.7% 最為明顯桃園市月減了21.8% 台中市月減了24.4% 高雄市則較上月減少了23.6% 曾經評分析目前平均地權條例修法大致敵定 這策衝擊淡化 房市也回歸供需基本面交易量回穩 不過觀察到六都各行政區表現 可以發現四月新屋的交屋潮有暫時推卻的現象 少了交屋潮的抑住抑制 房市整體量能表現量縮幅度明顯 再來看到和去年同期相比 六都借務買賣一轉動數年減了27.4% 其中台北市年減了28.1% 新北市年減了31.8% 桃園市年減了28% 台中市年減了33% 台南市年減了7.1% 表現最為平穩 高雄市年減了22.4% 除了台南市之外 其餘五大都會區均量縮超過兩成 陳金平指出去年四月份的 借務買賣一轉動數反映 吳玉井生習一馬與二屋戰爭等衝擊 加上行政院通過平均地權條例修法 以遏制房價遭不當炒作 讓部分民眾購物態度轉區觀望 房市買氣略為降溫 但仍有2.2萬棟以上的水準 反觀今年四月房市市況 可以發現中古屋市場有回穩的跡象 短期投機退出市場房市回歸供需基本面 不過少了新屋交屋潮溢柱之下 四月交易量年減了27.4% 而縱觀今年一到四月份 除了二月較去年同期短暫的轉正之外 其餘三月均出現年減的狀況 顯示今年交易動能持續減弱 陳金平補充今年前四月 六大都會區建物買賣轉動數 合計為65,577棟 與去年同期年減了24.9% 是自2019年來最低的 交易紀錄創五年新低 其中台南市年減了16.2% 減幅最小 氣運五都年減幅均於兩成 台北市年減了27.7% 新北市年減26.5% 桃園市年減27.8% 台中市年減24.9% 高雄市則年減22.3% 陳金平提醒央行三月升息半碼後 房貸利率正式突破了2%大關 而景氣燈號序量第五顆藍燈 再加上兩岸關係不確定因素高 全球金融市場仍存在著不少的風險 經濟展望不佳 房市在面對眾多不確定性因素環繞 交易量能表現恐怕難以樂觀期待 今天的精選新聞首先來看到 台中單純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即將要賣入尾聲 最高可以補助4萬多元 台中市宣布單純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即將要走入歷史 今年特別針對二行程機車給予高額補助 除了單純淘汰二行程機車可以補助5300元至7300元之外 換購為電動機車最高還可以補助29300元至41300元整 鼓勵車主儘速淘汰高碳排車輛使用電動運具 共同為成為低碳城市打下基礎 又到了看五月雪的季節 新北市的民眾不妨可以到深坑觀賞漂亮的油桐花 俗稱五月雪的桐花季到來 新北市景觀處結合深坑萬福公園的桐花特色 在地人文及自然景觀資源並優化公園木棧道及連結 東南科大校園內的龍骨步道 打造城市中的賞同秘境 民眾可以在深坑老街感受古早味風情後 前往公園賞同及放鬆健身 來一趟體驗人文與自然之美的小旅行 之後來看到東市紙好宅的最新動態 台中好宅東市紙斷基地位於東區例行國小對面 過去是鞋園所在地 為維護生態是否保留列管老樹級鞋園大門利 以維持生態與樹木生長空間 台中市都發局住宅發展工程處表示 目前東市紙好宅結構體已經完成28日舉行上涼儀式 全案工程進度55%如其無質 實境行中預計明年終完工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有網友提問 買房會在意戶數的多寡嗎 有網友回覆戶數多不好 管理戶數少管理費高 我覺得100戶左右的最好 有網友回應限住3棟共199戶一層4戶兩步梯 公設使用率還可以 但垃圾處理蠻爆量需要每天清 個人覺得戶數在120-150左右最好 公基金購用人口不會太複雜 公設不會淪為蚊子館或設備使用率高沒錢換 以上就是今天的報報內容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訂閱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見 點讚 好,你們下次見 為甚麼 有 可能